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于是透过了学习一本书 贯穿了这个人的思想 理念跟他的知识 也包括他一生的遭遇 我过去一直非常喜欢看名人的传记 通常当然有些人会强调自己的优点 自己的好处 但是同样的你也可以在不同的比对里面 可以深入地去了解他的人生的历程 前一段时间我也推广大家看一个叫做《香水》 《香水》是个电影 也是一个小说 其实是许世金在1985年的时候写的一本书 那么他那个时候描绘就是说 觉得一个人去谋杀少女 然后把她的身体的体香刮出来 然后最后做成一个香水 他被抓到了 就是要上断头台了 大家都恨他恨得要死 结果他到了那个弹头台的时候 他把那个香水一释放 结果在场的观众就脱掉了衣服 居然做出了就是说人性最受性的一面 第二天当这些人结醒的时候 马上把衣服穿起来 发现怎么我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 其实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荒谬的过世的历程 我自己看的是 他其实是在隐喻政治的香水 也就是说一个政治人物 他犯的错误不是一个人犯的 他可以影响到那么多人 所以你会看得到的是 他把香水释放出来的时候 他可以是希特列 他可以是斯大林 所以那个政治的香水 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而是一大群的人被他撒出去的 这些香水的时候迷惑 那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许世青所描绘的 其实提醒世人的是 如果我们不透过教育跟观察 跟判断的能力的时候 那个香水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阅读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捷径 让你可以透过阅读 萃取知识 或者是了解整个历史的历程 那么这些都是我觉得 作为现代人的话 必须有的一个工具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